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呢 它叫做Power BI 做大数据分析 我们有两次的课程 两次每一次三个小时 也就是说这个礼拜我们上三个小时 然后下个礼拜我们上三个小时 Power BI 会上一些不太一样的内容 什么叫不太一样的内容 因为大数据分析 真的是在各行各业 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重要 大家想要了解的课程 好 那这个课程呢 它可以带给我们哪一些惊喜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课程学到什么 好 那当然呢 我们可能就是要跟各位逐步来去介绍 视觉化分析这件事 那可能先请各位同学 现在应该有看到范例跟讲义下载 我先做这一块让各位去了解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用这个范例 以及在我们桌面上已经帮各位装好的Power BI 来跟各位一窥视觉化分析 由于这是我第二次来锦文科技大学 我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姓孙在哪里呢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欢迎各位老师或者是同学学生 你们未来如果有兴趣对于生物医学资讯研究的话 其实也可以再欢迎到我们学校来去继续攻读硕班 好 当然未来再读博班 我目前是在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专研我的那个生物医学的研究 我的研究是在RNA的部分 好 希望有朝一日把我本来是一个资讯工程的一个背景 跟生物医生互相结合 能够对癌症这个议题呢 能够或多或少一点点帮助 这是我的一个理想跟目标 我这边有放了我的YouTube的一个 欢迎你们如果想要搜寻上一次 我来锦文科技大学教了哪些内容 我的范例等一下我们上课要用到的范例呢 我是放在网路上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请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 我放到我放置的位置是在云端硬碟 好 所以请打开Chrome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稍微注意一下输入的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里面有我这几年 因为之前我都是以写电脑书籍为主 后来大概从102年吧 还是100 对大概从那个时候 我写的白板上了 因为这个网址我自己我都连不进去了 我的意思是说点这个Chrome 点这个Chrome 然后接下来在网址的地方 输入http 然后接下来呢 请往下去找 请找这一个课程 好吧 请找这个 从Excel到Power BI做大数据分析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办例下载 好 为什么找这个课程呢 因为这个课程比 因为我们现在才上6个小时 6个小时 那其实大数据分析的内容非常多 我觉得至少可能要上到 如果说真的就是到单位去教 可能要开到10天 如果在学校里面要更扎实的学 那要开更多个小时 好 这个是已经我去另外一所学校 花就是很多时间 你看像我给你们的讲义 100多页 100多页 我都害怕图尽量缩小 所以麻烦请到这个地方 从Excel到Power BI做大数据分析 这边有一个范例下载 请点 然后请先选择 这里面不是有很多个范例吗 如果你有兴趣回去看那部影片的话 那你可能每个范例都要下载 例如说包含文字探勘 你都必须要学会 那我们现在呢 要请你下载的是这个超市范例 不要下载错误 不要下载到别的日期 因为有很多日期 它都已经写好了一些函式 因为今天我预计要花一个小时要跟你们分享 里面最复杂最困难的函式 所以请点这个超市范例 点它 这个超市范例 这边左上角有一个范例 下载 这个下载 然后下载好这个范例 在哪里打开 在哪里呢 它会放在我的文件 这个下载 如果您用日期来去做排序的话 原则上应该会在最上面 最上面 今天 好去哪里了 超市范例 超市范例 2017 4月25日 这是那天的下载 重新整理一下 然后重点就是这个范例 麻烦请把这个范例下载下来 因为不要开启它 你开启是打开以色列 我们今天不交以色列了 上一次我们是从以色列开始交起 从以色列交到Power BI 今天 从今天我们全部都是在Power BI 来去让你们了解 什么叫做视觉化分析 好 所以就麻烦请你们打开这个 然后请你们下载就好了 好 那麻烦请各位现在动手做一下